三贵是依靠,贵是回头,义就是依靠,从哪里回头?我们贵于佛,佛是觉悟的意思,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头。 依自信觉,我们自信本来居足智慧得下,觉就是智慧,所以佛弟子不是迷信的,他依佛陀的自信觉。 佛陀自信觉跟我们自己自信觉是一不十二,这一点非常重要,我们自己要能相信,要能肯定,这才是佛的入门递子。 第二,归于法,法是经典,经典是佛陀灭度之后,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依靠。 佛所说的话都记录在这里面,展开经眷就像听佛陀教会一样,佛怎么样教,我们怎么去学习,一定落实在生活。 落实在工作,落实在厨师带人介物,这是真正的归法。 第三,归于身,身代表亲近,六根亲近,一尘不染。 看到出家人要攻击,他自己有没有修行,与我不相干,他的形象让我们一看,这是身保,身保就是六根亲近,一尘不染。 我要学到,我要远离一切染污,做一个身心亲近的佛陀子,这就对了。 所以三宝,他时时刻刻提醒我们,没有他,我们就忘掉了。 而由他时常常看见,常常提醒,特别是佛弟子要做早晚功课,供养三宝,我们在佛,佛堂有佛像,有菩萨像,有经典,菩萨是身保,菩萨身,所以就三宝具足。 你看到了,有没有想到,我要归于觉,归于正,归于尽,马上就提醒自己。 晚阔,一天早晚两次提醒自己,这个叫真正修三归一。 三归一不是在佛前面,念了一遍之后,拿到归一阵就没事了,不是的,那完全是假的。 那不是真的,每一天早晚,甚至于我们现在讲经,因为真正懂得三归的不多。 大臣教里面,讲经之前,先念开经济,无上甚甚微妙法,百千万劫难遭遇,我今见闻得受持,愿解如来真实义,念这个。 强敬马法师告诉我,我们念三归一,用三归一来代替开经济,这个经历好,我很赞成,所以我就采纳了。 最近一段事情,你看我讲经,前面都念三归一,归一佛念足尊,归一法利欲尊,归一生重重尊,我念这个。 这个有好处,念念不立,佛陀最高指导原则,我们要挤在心上,这是真正的三归。 有好处,念不立,佛陀最高指导原则,我们要挤在心上,这一段时间,我们要挤在心上,这一段时间,我们要挤在心上。